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比起老一辈人物资紧张的生活 现代人可是幸福多了 吃穿用度样样不差 尤其是在服装方面 一年四季总是要买一堆衣服 买得多了 家里的衣服便堆积如山 等到第二年 很多人又继续买新款 这就造成了家里堆放着很多不穿的衣服 为了清理出空间 不少人选择直接将衣服丢掉 但在风水的角度说 这样的做法却是很不适合的 因为民间传说 若是就衣服直接丢弃或者给别人 就会把自己的福气和运气给送走 那么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呢 就衣服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一、为什么扔了就衣服会不吉利 一、对财运不利 在风水学说中有一种说法 认为把破旧的衣物直接扔掉 是十分不好的做法 因为自己的衣服多少都会沾上自己的财气 如果将破旧的衣物直接扔掉 就相当于将自己身上的财气给扔掉了 而且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这种说法也是有迹可循的 毕竟扔掉东西是一种失去的心理 二、对健康不利 风水学说认为 破旧的衣物直接扔掉会对人体健康不利 因为哪怕是破旧的衣物 终究也是自己的衣服 它上面也沾染着我们的食蕴 当它被扔掉后 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讲 这种说法显然已经不被很多人认可了 过去即使贫穷 大家也希望体面 扔衣服在过去的人看来是一种浪费的表现 三、可能使人产生恐惧 每个人的家里都会有一些旧衣服 年轻人喜欢将这些旧衣服直接扔在垃圾堆里 而家里的老人一般都不会这么做 老一辈的人总是觉得这样随意乱扔东西很不好 会让猫狗等一些流浪动物拖走 就像人被带到了荒山野岭一样 使人感到恐惧和害怕 因此这些说法也都是有源头可塑的 二、穿旧衣的因果报应 太吓人了 为什么我不建议你穿别人的旧衣服 看听完下面这两个故事你就知道了 真的不是迷信 如果你在地摊上 或者折扣店里面 买了一些看着八成新的衣服 一定要仔细检查 下面 我们这个故事 就是讲述一个乡下的年轻人 不慎买了一件便宜的旧衣服 引发的十分诡异的事情 他叫做赵天宝 是我们村的人 平时也不富裕 靠打零工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机 所以 买衣服的时候经常去地摊 或者清仓处理店铺去逃 一来 这些衣服只是看着有点旧 质量不比在品牌店买得差 二来 自己也是在没有多余的钱 花在穿着打扮上 男人吗 拼得是就是镜头和胆气 穿那么好又有什么用 这天 他又逛地摊 选中了一件白色衬衫 才一辙 真的是太新了 简直就跟实体店刚刚进来的货一样 上身后 十分完美 似乎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制一般 堪称完美 他高兴地笑了 爽快地付钱拿走了 赵天宝晚上 都有些舍不得脱掉身上的衣服了 于是 他穿着衣服就睡着了 可是 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有个男人不停地 让他把衣服脱下来 还给他 四日凌晨醒来 赵天宝精神不是太好 他依稀记得 昨晚那个模模糊糊的梦境 不是很真切 于是也没有太过在意 但是 接下来的一周内 反反复复同样的梦 同样的男子一再出现 而且 一次比一次变得凶狠 他的脸似乎都扭曲起来 不停地让赵天宝把衣服还给他 赵天宝全当这些 只不过是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这件衬衫真的太完美了 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上面 是若真宝 甚至吃饭的时候都要脱下来 吃着胳膊吃完再穿上 生怕弄脏了一丁点 隔了半个月 他发觉衬衣脏了 于是 赵天宝取来一盆水 刚想清洗衬衫 突然间 他发现 衣领处有三点血 只不过隐藏的比较深 赵天宝一边责骂自己 太过大意 一边小心翼翼的想要把血清洗干净 谁知道 无论他怎么用力 怎么去洗 这三点血不仅没有淡去的迹象 反而更加暗红了 渐渐地整盆水都被鲜血染红了 这时 血盆中出现了一个男人的脸 恐怖的脸大声向赵天宝喊道 还我衣服 紧接着从血盆中伸出一只鬼手 他被吓得连忙后退 后来就没发生什么了 赵天宝鼓起勇气 将衣服拿起 这时白衬衫已经变成血衬衫了 他将衣服晒干 晚上点了三炷香 还摆了些供品 并将衣服用火烧了 小人不懂事 你大人大量放过我吧 衣服我已经还给你了 以后你就别来找我了 赵天宝一边跪下 口中念念有词地说着 每次赵天宝向别人说这事实 他最后都会忍不住地发抖 他说如果最后他不将衣服烧了 可能早就活不到现在了 有人说 从风水角度讲 家里如果有大量的旧衣服 会给主人招来没运 家财难据 越住越穷 真的假的呀 我们现代人买衣服很多 每年换季都会看看新上市的衣 看看有哪些流行款 经济允许的就会买 而以前的旧衣服基本上就在衣柜里睡大觉了 这样不只是占据了衣柜 也是一种对资源的浪费 甚至还会招来没运 有的衣服上 你不了解情况的 甚至还有鬼附在上面 所以对于来历不明的衣服 你千万要小心了 衣服在民俗文化里面有一路之意 古时候出家人 或者电影里面的寄宫和尚 都是穿破烂衣服的 代表身无隔夜钱 乞丐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的 代表没钱要到处乞讨 流浪街头 因此 在一些农村里面 老一辈人都会告诉年轻一辈 如果衣服破烂不能穿了 赶紧丢掉 不要放在家里面 以免招来破财的厄运 小时候老人经常会跟我们说 地上的东西千万不要乱捡 干净不干净是其一 最重要的就是 有可能会惹来野鬼缠身 因为捡了别人的东西 这就等于结下了因果 此举非善因 自然有恶果 今天我就说一桩 因为捡了别人的衣服 回家而出事的真实事件 事情发生在去年冬天 事情的主人叫小兰 小兰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中国山东人 在北京工作 小兰刚工作不到一年 自己独身一人在北京 难免会有觉得冷清的时候 一次公益活动的时候 小兰领养了一只猫回家 准备养着它 好歹也有个伴 刚抱回家的小猫咪 让小兰很头疼 因为这猫怕冷 整天钻它的被窝 小兰睡觉本来就轻 这下弄得经常整晚睡不好觉 有天傍晚 小兰下班之后 准备做点饭吃 于是就去社区里的菜店去买菜 回来的路上 在路过社区楼下的一片空地的时候 小兰看到一个类似貂皮的那种外套 整个外面都是毛茸茸的 看起来还算蛮新的样子 当时小兰灵机一动 就把这件破衣服捡回了家 准备给自己的小猫当被窝用 这样也许它就不会打扰自己睡觉了 小兰满心欢喜地把这件外套捡回了家 放在了给猫准备的小窝里 小猫似乎也很喜欢那种毛茸茸的感觉 小兰为此还挺高兴的 可没曾想 就因为它的这个无意之举 差点就害了自己 那件衣服捡回家的第三天 有天夜里 小猫突然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尖叫 小兰打开灯发现小猫直愣愣地盯着房间的北边 嘴里不停地在叫着 而且浑身的毛都直立了起来 拱着腰给人一种要打架的感觉 当时还真把小兰吓了一跳 小兰过去把猫给安抚了一下 可发现小猫死活不肯尽自己给它准备的窝 无奈之下 只好把猫放在了自己的被窝一角 就没再多想 转头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起来 小兰感觉浑身酸疼 还感觉特别的冷 拿出体温计一凉 已经快四十度了 小兰赶快请了假去了医院 输了水之后就回家休息了 当天夜里 小兰梦到一个满脸湿泪的女人过来找自己 说自己命好苦 说自己不想死 还说老公欺负她什么的 本来小兰也没当回事 可没曾想第二天晚上又一次梦到了这个女的过来找自己 还说自己拿了她的东西 小兰惊醒之后就发现自己又发烧了 于是赶忙就爬起来去了医院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小兰仔细想了想 就觉得这事情有点蹊跷 自己正常一年也不会发烧一次的 这回却几天连着烧了两次 而且还做了两个同样的梦 再加上想起那天夜里小猫的反应 小兰越想越觉得奇怪 想着想着就感觉一股良意直冲脑门 心里毛毛的 当下小兰就给自己的妈妈打了电话 说了这个情况之后 小兰的妈妈就让小兰回来一趟 北京山东距离很近 一天就能打个来回 于是小兰就收拾了一下回了家 回到家里小兰的妈妈就带着小兰去了一个老太婆家里 这个老太婆就是专门帮人解决事的 小兰刚一进屋 老太婆就说 小姑娘你撞鬼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吓得小兰赶快抱住了自己的妈妈 老太婆过来拉着小兰的手 让她跪下磕了六个头 然后又点上香煮捣咕了一番 最后用黄婊纸和朱纱写了一张符 让小兰的妈妈回家烧成水给小兰放在水里喝了 并告诉小兰 回到北京之后把你捡来的那件毛外套给扔到十字路口 然后再烧点纸就没事了 说着还给小兰拿了一刀黄纸让她装回去 回到家里妈妈就问她毛外套是什么情况 小兰就如实地说了捡外套的事 小兰的妈妈当时就黑着脸骂了小兰一顿 并告诫她说 以后千万不要再随便捡路上的东西回家了 指不定就招了什么野鬼回家 三 不舍得扔旧东西 影响以后的财运 其实不光是衣服多 很多人经常在整理东西的时候 也会发现很多用不了的东西了 但是又不舍得扔 于是就留下来 长此以往积累的东西越来越多 殊不知 家中的破烂越多 对风水也会产生影响 越攒破烂越穷 一 破烂多家里不聚财 在风水学中 的确有破烂多的家不聚财这种说法 因为家中破烂过多 就会侵占了家中正常的空间 届时风水重新旧 会转移 影响整个家中的风水 除此之外 破烂多的家庭里也容易滋生病邪阴气 导致家人的身心健康出现问题 也会影响财运的聚集 而且破烂多不仅没有办法聚财 还容易破财 所以当家中出现很多破烂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及时进行清理 二 家里不干净 有的时候 我们攒下来的破烂都是没有用处的 如果摆放在家里 就会显得家里十分脏乱 从而导致家中的风水气场变差 不但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 使我们的情绪变得越来越阴郁 还会影响我们的运势发展 导致我们经常遇到破财的事情 甚至还会在身体健康上出现很多毛病 从而影响到寿命长短 三 财运无法增长 破烂积累太多 必定会导致家中的财运出现混乱 甚至财运没有办法继续增长 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 总是会遇到各种阻碍坎坷 看起来十分不幸 所以民间才流传着有舍才有德 只有我们懂得舍去那些没有用的破烂 这样才能够给好的东西腾出空间 如果我们一味地积累破烂 那么最后收获的也仅仅是破烂 故而平日里我们要注意规划生活 将没有用处的破烂丢掉 不舍得扔东西会越来越穷 四 扔旧衣服的禁忌 一 旧衣服一定不要随手扔在垃圾桶里 在扔旧衣服的时候 要记得将旧衣服装在一个袋子里面 然后把口袋绑好 不能直接把衣物扔进垃圾桶 这样做是非常不正确的一种方法 因为 你的行为决定了你做事的态度 把衣服处理好 再扔进垃圾桶 是一种文明且有素质的表现 二 旧衣服送人 一定要完好无损 如果把旧衣物要送给其他人 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如果这个时候 自己的衣服是破旧并且污秽的 就很有可能影响其他的人心情 也是对人家的不尊重 因为没有人喜欢穿人家不要并且很脏很破的衣服 所以如果旧衣服要送人的话 尽量挑选一些干净整洁的 那些破烂不堪的就处理一下 扔进垃圾桶吧 千万不要好心办坏事 五 旧衣服怎么便费为宝 第一 做成玩偶 为孩子制作玩偶 或作为心意满满的礼物赠送 因为玩偶用的面积不大 所以可以避开就破损的地方 第二 做成小毯子 比较耗费精力 但做出来超有成就感 的一款作品 类似于小时候用百家布 做成了毯子 将旧衣服裁成小片 然后勾边边圆 即使你的布料颜色不协调 也会被线色补救回来 第三 做成脱布 就毛巾玉巾 可以做脱布 很简单 也太实用 第四 做成脏衣收纳袋 用大T恤做个脏衣收纳袋 也是赞赞的 挂在卫生间的门后 空间节省了 旧物解决了 第五 做成抱枕 有些看来有些久远的衣服 缝成一个个可爱的小布偶 买个抱枕信子 做成一个别具风格的抱枕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建议如果大家有不要的就衣服 一定要正确的进行处理 不要随意的就丢掉 可以充分的利用就衣服 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积累我们的因德 我们要相信 在我们的生活中 基因德就好像是播种 只要现在播土下种 未来就一定能收获成果 只要我们自愿的去做好事 为他人的生活或者事业付出微薄之力 都是基德 这样的基德都能使自己和家人的运势得到很大的提升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